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男人,虽然他们当初在和女人结婚的时候会非常的开心, 可是一旦和女人真正成为法律夫妻的时候,他们整天都不着家,并且对待感情不负责任。 甚至有的时候,即使是他们犯了错,却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, 总是觉得身为自己的女人就应该听从自己的安排,这样才能够突出一个男人在婚后的重要地位。 相反也不会让他在家人以及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 也正是因为男人,他们这种心理变化,从而引起了很多家庭矛盾,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 1.婚后整天冷落妻子 我们都知道很多男人,他们往往在结完婚之后,对这个家庭一点都不负责任, 整天只知道和自己的朋友在外面花天酒地,却从来不愿意去替自己的女人考虑。 像这样的男人,他们非常自私、霸道,同时在他们的心里始终抱着一个信念, 就是这个女人被自己娶到家,那么不管自己怎么对她,她都会和自己一直生活下去。 然而像这种男人毫无疑问,他们就是一种渣男,根本就不会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。 所以在此小编也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男人,既然当初你们毫不犹豫地把女人娶到家中, 那么你们就应该做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,而不是怎天把妻子落在家里,对他们不管不问。 2.婚后太过于懒惰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也好,他们一旦在结完婚之后都变得懒惰,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去做,自己却坐在原地一步都不动。 像这样的男人,如果他们再不及时地把这个毛病给改掉,那么他们最终的结局绝对是女人,即使在爱她也会离她而去。 因为每个女人,他们在婚后不仅要照顾婆家大大小小的事情,还要为了孩子释出担心,甚至有的时候不管女人怎么做都得不到一个男人的喜欢。 所以久而久之,女人他们内心也会变得越来越沉重。 那么像这种男人,他们就会引起家庭矛盾,穿好此一段原本属于他自己的婚姻生活,离他而去。 3.太过于注重自己的着装打扮 都说人靠衣服,马靠安,只有穿在身上才知道合不合适。 而现在如今很多男人,他们都非常自恋,虽然自己长得很丑,但是他们内心却非常自信,整天只知道注重自己的着装打扮,却把自己的女人疏忽在外。 像这样的男人,毫无疑问,他们总是会借着自己几分帅气,穿好在外面沾花惹草,并且还会在外欺负那些小姑娘。 所以像这样的男人,他们整天不照顾家里,久而久之就会和女人发生家庭矛盾。 同时在吵架的过程当中,男人他们却从来不会去反省一下,问题究竟出在哪里,而是把所有的错误都折怪在女人身上。 4.心里只有事业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每个男人,他们一旦在结完婚之后,整天都把全部的心思和时间都投放在工作当中,穿好疏忽了一个女人的感受。 然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身边长期得不到男人关爱的时候,他们内心就会感到空虚寂寞,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觉得,现如今这段生活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。 所以这个时候女人心中压力过大,总是会在一个爆发点,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男人身上,从而也会让她和男人产生家庭纠纷。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为了事业疯狂拼搏的男人,不管你有多么渴望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日子,但最起码你一定要让女人知道,在你的心目当中,最起码还有她的位置存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